为什么要听这本书?心理学大师阿德勒助你克服自卑走向成功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这本书 说起自卑这个话题,大概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 这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自卑心理 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我们总能发现自己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 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外表不够漂亮,有的人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优秀 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合群,还有的人觉得自己总是胆怯,不够落落大方 而在这种比较当中,人很容易产生自卑的情绪 反过来看,在生活当中,自信作为自卑的反义词却往往备受人们的推崇 从小父母和老师就一直教育我们要自信 我们身边的人也总是更喜欢那些显得更自信的人 但其实自信和自卑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更不是一种天生的个性和品质 自信的人其实也会有自卑 只是他学会了怎么和自卑和平相处 不再纠结,不再害怕,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成功 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这一本《自卑与超越》 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克服内心的自卑感 实现人生的超越 说到这个话题,这本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绝对有发言权 因为他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丑小鸭逆袭的励志故事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出生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家庭环境呢,还算是相对富裕 可是阿德勒的童年并不快乐 甚至可以说是倒霉透顶 很小的时候呢,他就患上了勾楼病 直到四岁才学会走路 在兄弟几个里是最矮最丑的那个 这让他感到很自卑 接下来在五岁那年,他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炎 差点连命都没了 之后在大街上玩耍的时候 又被车撞伤过两次 但是,这些不幸的经历 并没有让阿德勒消沉下去 反而让他从小就立志要学医和死亡 作斗争 1895年,凭借刻苦的学习和超人的毅力 阿德勒顺利地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专门从事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 在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开创了心理分析学派以后呢 他非常的赞同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 还加入了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 并从弗洛伊德手里接过了学会主席的担子 可是后来,他和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却越来越不合 矛盾出在哪里呢? 原来弗洛伊德认为 童年的早期经验会变成潜意识 对人的人格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可是阿德勒觉得这种理论太绝对了 你看,我小时候自己命运是那么的多舛,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还是人格健全生活幸福啊 这就说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并不能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和过去的经历相比 个体面向未来生活的目标对人的行为影响更大 所以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最终是分道扬镳 自己创立了个体心理学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本《自卑与超越》 就是个体心理学领域最杰出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把心理学的观点和临床案例结合在一起 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缠明了人生的道路和意义 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巨大的学术价值 在书里阿德勒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但同时也都拥有对优越感的追求 而超越自卑走向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要正确地理解生活 正确地对待职业、社交和两性关系 加强和他人的合作 相信各位读完这本书 你至少会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导致人产生自卑心理的原因有哪些呢 第二 走出自卑的心理阴影 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第三 决定人生道路和意义的 是人的过去还是未来 好了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进入《自卑与超越》这本书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只是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平时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说 不要感到自卑 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这种自卑感一般来说是 因为觉得自己不如他人 从而在行动上表现得有些怯懦 心理学上说的自卑感也有这个含义 但是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自卑 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卑感 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只不过有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的却被隐藏得很深 而且他有着千百种 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除了克制和温顺以外 还可以表现为不懈 害怕 努力 或者是勃然大怒 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呢 就是关于害怕这种心理的 这个故事说的是 三个小孩子第一次去动物园 当他们走到 关着狮子的铁笼子前面时 狮子恶狠狠地看着他们 而且发出了嘀嘀的咆哮声 第一个孩子被吓坏了 马上躲到了妈妈的身后 哭着说 我要回家 那第二个孩子呢 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但是站在原地没动 而且嘴上还说着 嗯 我一点也不怕他 最后一个孩子 则是恶狠狠地瞪了回去说 妈妈 我可以朝他吐口水吗 那么这三个孩子里 谁害怕狮子呢 答案是三个都害怕 只不过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一样 所以采用了不同的 甚至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害怕 那自卑也是一样的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但是人们表现自卑的方式各有不同 有的人呢会表现得畏畏缩缩 就像结巴的人 想和人交流 却总是怕别人不搭理他 所以讲话的时候 会更加的磕磕绊绊 犹豫不决 而有的人 看起来是趾高气扬 但是他的心理活动 很可能是这样的 别再看不起我 我其实是很强大的 就像两个小孩子比身高 抬头挺胸 甚至把脚偷偷地垫起来一些的人 总是矮的那一个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如别人 所以想用这种办法 来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 同样 如果仔细观察身边的人 我们会发现 很多类似这样的隐藏的自卑感 比如 有的人演讲的时候呢 总喜欢指指点点 带上很多的手势和小动作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 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 这恰恰说明 他们心里在担心自己的演讲 没有办法让别人信服 再比如 有的孩子是班级里的捣蛋鬼 从来都不遵守学校的纪律 而且总是捉弄其他同学 这些孩子呢 往往心里啊 也是很自卑的 他们觉得自己不够特别 没有办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于是才用这种方式 来获得同学和老师的关注 不过呢 有自卑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相反 如果你一点自卑感也没有 那才值得警惕 因为这说明 你对自己的所有方面都非常满意 这样就丧失了继续进步和改善生活的动力 所以自卑感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 你怎么对待这种自卑感 那么正确的做法 是什么呢 克服自卑的正确做法 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刚刚我们说到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自卑感带来的压力 也会促使人们去追求优越感 而这是人们做出一切行为的动力所在 从本质上来看 优越感其实就是对自卑感的一种补偿 这种补偿性的优越感 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它可能是某个职业目标 也可能是他人的某种评价 不过 在从自卑感转而追求优越感的道路上 很多人会误入歧途 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而是极力追求一种虚假的充实感和优越感 这个时候他们就换上了自卑情节 比如说吧 很多家庭暴力的男性 他们往往是在外面遭受了很多人的白眼 或者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面对这种自卑感带来的巨大压力 他在外面无能为力 回来呢 却把气撒在了老婆孩子身上 用暴力来证明自己仍然是有威严的 再比如 有些孩子之所以会变成一个爱哭鬼 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 来得到想要的东西 但是眼泪能够帮他得到一切 这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的 其实这些人在寻求优越感的时候 走错了方向 因为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毫无意义 就算你在老婆孩子面前很有威严 那又怎样呢 就算你哭了以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又怎样呢 在生活当中 你还是一个loser 还是被自卑感折磨着 所以要超越自卑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 充实自己 发展自己 积极地改变自身的处境 其中积极这个词很重要 听了下面的这个例子 你就懂了 有些人们呢 可能在童年时期就和死亡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比如说得过一场大病 性命垂危 又或者是最亲近的亲人去世 目睹过一场惨烈的车祸等等 这些早期经历的事件会让他们深刻地觉得 人生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 这种对人生无偿的感慨就是一种自卑感 为了克服这种自卑感的压力 有的人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变态的杀人心理 用伤害他人的方式 让自己获得对生死的操控感 那些有的人却反而被激发出了和死亡相对抗的决心 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就像是作者阿德勒本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么这两种人谁是成功的呢 显然是后者 变成杀人犯虽然确实让某些人改变了他自己对生死无能为力的处境 却对他人对社会毫无贡献 而选择成为一名医生的那些人 他们却可以两者兼得 不仅让自己获得了优越感 而且也促进了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可以看到从更本质的角度来说 有自卑情节的人 往往更多的是一些不会合作的人 那么要超越自卑 人就必须学会贡献 并且和他人进行合作 而这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别着急 我们接着往下听 从古到今 很多人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就会发现 生活越是顺心如意 人们就越少思考人生 反而越是遇到了挫折 或者是感到不满的时候 人们就会拷问自己 我为什么存在 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当然了 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在个体心理学 或者是阿德勒看来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克服自卑 在于不断的贡献 并且和他人进行积极的合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 每个人的人生 不管轨迹如何不同 都存在三大制约 第一 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 资源是有限的 第二 每个人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 个体是脆弱的 只有群居才能生存 第三 人有男女 个人和社会的维系 都绕不开爱情和婚姻 这三大制约又分别对应着职业 交往和两性三大问题 我们在生活当中 遭遇到的所有困难 归根究底 全部都来源于这三个问题 这些困难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和个人力量的薄弱 从而产生自卑感 从而产生自卑感 而一个人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应对这三大问题 其实就体现了他们怎么解读自己的人生 也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克服自卑感 比如说 一个人呢 如果在工作上 庸庸碌碌 不求上进 平时呢 自我封闭 不喜欢结交朋友 交往的范围 十分的狭小 也没有想着要找对象 这就说明 他可能把生活看作是一件艰难 而且危险的事情 他不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在逃避这些问题 结果呢 只会更加挫败 永远也无法克服内心的自卑感 相反 一个人如果事业有成 左右逢源 爱情生活和谐甜蜜 这就说明 他可能把生活看作是一个 充满了机遇和创造的过程 所以能够积极地克服 这些困难 从而消除了内心的自卑感 那么后者成功的关键 在于什么呢 其实啊 这个关键就在于 他们懂得付出和贡献 懂得和他人进行积极地合作 这是因为 不管是职业 还是交际 还是两性问题 本质上 都是与他人合作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从职业 交际和两性 这三大问题出发 具体地来谈一谈 缺乏合作精神 是怎么导致失败的人生 对于人们面临的所有问题 一切失败都来源于 不会合作 我们在前面提到呢 人类的所有问题呢 都可以归为三类 职业 交际和两性问题 而在生活当中 这些问题会让人产生自卑感 先来看职业问题 咱们人类社会 可以说是人和人之间分工 和合作的产物 我更擅长种植 你更擅长数学 他更擅长制造 等等 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类社会 才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 这个时候 合作就意味着勤奋 就意味着努力工作 可是有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对自己 没有确切的定位 一直在换工作 却始终不满意 那还有一些人呢 只想跟在别人身边 当米虫抱大腿 一点也没有当领导者的想法 对于这两种人来说 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份 能够让自己付出的工作 而是一种安逸和享受 抱着这种只享受不付出的心态 可想而知 他们的职业前途 是不可能光明的 再来看交集问题 自古以来 人们就希望能够跟他人 相互关心 彼此爱护 不管是最早的图腾的崇拜 还是如今的各种节日 其实都是让人们聚在一起 保持社会交流 促进相互合作的手段 但是不会合作的人 会主动地疏远别人 并且对各类社交活动 都敬而远之 像有自闭倾向的人一般 对他人一点兴趣也没有 甚至抱着一种 很排斥的态度 有妄想症的人呢 总是会不停地抱怨 觉得所有人都联合起来 在对抗他自己 有抑郁倾向的人 则是想和他人交往 却又总是觉得自己 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同情 很多时候 他们会表现得过度自责 但在他们不停地念叨 是我的错的时候 他们表达的 实际上却更多的是 对他人的怨恨和责备 最后来看两性问题 有人说 爱情是一种本能 其实不是 性是一种本能 可爱情 婚姻 代表的却是一种合作关系 对于坠入爱和的两个人来说 要让爱情长久 婚姻美满 就需要给对方更多的关心 甚至要爱对方 胜过爱自己 只有两个人都这么做了 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如果在爱情或者是婚姻里 有一方不懂得合作 表现得自私自利 或者总是想支配 或者强迫对方 那么这种亲密关系 就不可能得到持续 更不用说幸福美满了 那么面对职业 交际和良性问题 哪些人会更具有合作精神 能够超越这些问题 带来的自卑感 而哪些类型的人 又更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变得失败 堕落 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呢 这是这和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早期教育和青春期的引导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听 人应该在童年的时候 就树立对人生意义的正确认识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在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探索 产生关于世界和自我的认知 童年的经历 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六七岁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套 固定的行为模式 在这之后 除非人对自己进行重新检讨 或者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后 被逼着修正原来的观念 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模式 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所以啊 如果说要培养一个人的合作精神 那必须从娃娃抓起 而大部分失败的人 他们早在童年的时候 就已经对人生的意义 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一般来说 这种错误的认识 主要有三个来源 身体缺陷 溺爱骄纵 和受人冷落 先来看身体缺陷吧 有些人在婴幼儿时期 就患了重病 或者是存在残疾 这种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 很容易就会吸引 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让他们形成 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 特别是有些孩子 因为身体缺陷 遭到周围伙伴们的 嘲笑和排挤 这样一来 他们的自卑感 就会更加的根深蒂固 觉得自己不可能 会对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些孩子会想 既然上天对我这么残忍 让别人享受美好 而让我承担痛苦 我又有什么必要 对别人友好呢 再来说溺爱骄纵吧 有些人从小就是 父母长辈的掌上明珠 受到了无数的宠爱和呵护 这会让他们以为 自己天生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有一种想要什么 就能够得到什么的权利 他们已经习惯了 只索取而不付出 一遭遇到困难 就习惯性地寻求他人帮助 而一旦遭到拒绝 他们就会觉得心有不甘 甚至觉得别人都亏欠他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往往会我行我素 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别人 公然地或者是暗地里攻击别人 第三类容易成为问题儿童的 是受人冷落的孩子 这些孩子对父母来说 就像是一个小透明 没有人关心 甚至没有人关注 所以他们一般自立能力很强 遇到困难只会一个人解决 对他人的帮助根本不抱希望 同时他们也很难和他人进行很好的沟通 更不用说关心他人了 因为他们对于互助互爱 一点概念也没有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每个有身体缺陷 或者那些被溺爱 被冷落的孩子 都会缺乏合作精神 因为人们对于童年经历 可以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比如说 有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很不幸 他可能会想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就是一个被诅咒的人 但是他也可能会想 我一定要改善我的处境 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这样成长 当他长大以后 他可能会告诉自己 这么多苦我都熬过来了 再也没有什么困难 能够把我打倒 但是他也可能会告诉自己 我小时候过得这么惨 现在我不管做什么坏事情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所以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 他对人生的态度 而且就算儿童对人生意义的认识 出现了错误 只要父母和老师及时发现 还是可以得到改正的 这个孩子仍然可以成为一个 具有合作精神的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发现 并且引导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 树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呢 家庭和社会应该了解孩子的人生态度 并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我们知道对人生意义的错误认识 会让人缺乏合作精神 从而在生活当中无法超越自卑感 变成一个失败的人 但是这些危害虽然严重 却往往要等一个人成年之后 才会显露出来 而这个时候再想矫正就很难了 对于儿童来说 他们还没有具备很好的自信和表达能力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儿童对人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心理学家们常用的方法 就是了解儿童的梦和早期记忆 也就是人小时候记忆最早 或者是最深的事情 心理学研究认为 梦对于了解一个人的想法 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因为不管是做梦还是清醒 人的性格态度都是不变的 区别只在于 做梦的时候压力会更小一些 所以更容易暴露出人的潜意识 同样儿童的早期记忆也很有帮助 因为这是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最初印象 从中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人生态度 和这种态度形成的原因 通过解读儿童的梦境和早期记忆 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个孩子有没有受到家长的溺爱或者忽视 合作能力有没有得到培养 在遇到难题的时候 他喜欢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 举两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 她的早期记忆是她被一只从桌子上掉下来的咖啡壶烫伤了 那么她很可能从小受到冷落 家长没有足够的关注她 没能给她一个安全的环境 而且这种冷落已经对她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让她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冷漠无情的 再比如有个男孩经常欺负比她小的孩子 心理医生通过分析她的梦境找到了原因 原来这个男孩经常梦到自己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牛仔 必须杀开一条邪路 敌人向他扑过来 他就会狠狠地踹对方的肚子 这说明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 他自己是孤军奋战的英雄 而攻击别人的弱点就是英雄的表现 反过来如果孩子的梦境和早期记忆里 总是有友善的他人存在 比如记得小时候看人造房子 或者梦到自己和朋友一起探险解决困难 那么他们在现实当中就往往更具备合作精神 由于童年时期的孩子缺乏足够的自省能力和辨别能力 在孩子形成他自己人生态度的过程当中 家庭和学校应该发挥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 首先是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 具有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 比如当看到女孩在摆弄针线活的时候呢 别忙着阻止她 如果你说赶快把针放下 不然会受伤的 想要什么都可以买 这就相当于告诉他 你的能力不行 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 学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也应该多注重技能和动手能力的锻炼 这样既可以促成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合作 又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第二要关心孩子 给他们营造一个和谐有爱的成长环境 一个孩子如果他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他自然也就不懂得去关注别人 而要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父母和老师都应该以身作则 父母方面呢 要做到把家庭内部的和谐延伸到全社会 让孩子觉得除了家人以外 别人也是值得信赖 值得交往的 学校则应该多组织集体活动 培养学生之间的友谊和集体荣誉感 从而提高孩子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这样一来呢 一个孩子在长大之后 如果能够解决职业和人际方面的问题 那他对爱情和婚姻也就有了充分的准备 这是因为工作可以解决双方的生存温饱问题 助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呢 可以适用于爱情和婚姻这样的亲密关系 说到这里 现在我们知道了 童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虽然很有影响 但是影响更大的 是我们如何解读这种经历 以及家庭和社会对我们的教育和引导 只有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 拥有积极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我们才能克服职业 交际和两性 这三大人生问题 超越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自卑感 实现人生的意义 好了 这本自卑与超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